音樂 大家好,又是我奶茶紳士 今天我要介紹的嘉賓 就是1999年的金茶皇下君 李兆成師傅 師傅,今天我不跟你爭 又等你表演 我們通常會用幼茶、中粗、粗茶 和特級茶這樣配合 這個配合的方法 就是我們所謂拌茶 有一個特色 每一個師傅有每一個師傅的手勢不同 攪拌茶出來 最主要就是做出來 就要香濃滑 甚麼都有在這裡 這杯才是靚的奶茶 所以有茶 有些有茶 這就是金鳳王有茶 和金鳳王的粗茶 所配合出來 發揮出來的茶的香味濃度 就在這裡 撞茶我們會撞五下 我們撞五下就一定要快手撞 因為快手撞 就可以把茶葉爆得更加開 那些茶的青味才能快出來 剩下的茶就有茶香味了 這次我們放回去 再翻焗它 翻焗也是十分鐘 注意一件事就是 茶葉不要煮得太久 煮得太久的時間 變成醃的香味 進入進去 變成做了一杯茶出來 會有一點夾的 不要喝的 我們喝一杯漂亮的奶茶 一定要香濃滑 這幾樣為主 這樣做出來 那杯茶才好喝 我們每一杯就兩盎 這樣就為一杯 現在就是剛剛這個八成碗 剩下的空間 就讓客人加砂糖 我的認知 我覺得是用砂糖 就好過用其他的糖 砂糖就會帶到奶茶的味 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做六十年代入行 一入行就在酒店做試飲 做一下就去水吧做 學習水吧的飲品 初初在酒店的奶茶 或者咖啡那些 跟外面我們茶餐所喝的 是不同的 西化一點 西化一點 而且味道 我覺得好像很好喝 我覺得他們喝的茶也很高興 很有格 想想一下 自己在外面 跟朋友革訓 試一下開個茶餐廳也好 酒店的茶 好像這麼漂亮 這麼好 外面的客人應該很接受 很接受 誰知道一開個茶餐廳 就糟了 為什麼 原來我們香港人喝奶茶 有一個獨特之處 就是以前所謂的煲袋奶茶 私物奶茶 就是私物奶茶 因為原來是要有香濃 滑做出來才行 但是我們酒店所做的 就是西化色的茶 變成什麼 只有香 其他都沒有 那時候 那時候我馬上去找到 潮州師傅 潮州巴師傅 最擅長的奶茶 是 那時候 真正正正 就是在茶餐廳的師傅 學奶茶 已經製作了 這個港式的絲襪奶茶 已經是進入了非物質文化的 遺產 所以我們一定要如何發揮好 推廣的 對 正如我們現在拍片 都是在做同一件事 對 因為現在很多 就是這麼說 現在很多商業化的 已經用到翻茶機或者奶茶機 即是很少的 現在我們也是用我們舊式的布袋 私物奶茶的做法 但這個做出來的茶 才可以發揮到我們 真正的港式奶茶的風味 嗯 我知道你其實也會教一下班 在不同地方 可否分享一下滿足感 又或者 我知道你有一個徒弟 是很聰明的 那你也可以在這裡分享一下大家 我的徒弟是2011年的 那個金茶王叫陳錦惠 他拿了香港奶茶王冠軍 和國際金茶王冠軍 是 就是獲得了兩個獎 他就是我的得意徒弟 好 我也經常罵他 好 是 就是一方面 告訴他那個茶葉或者什麼 發揮怎樣怎樣的情形 那他自己去混合 他也會另外一個心得就是 我要自己創作 創意一些新的出來 但是創意新的東西出來的時間 有些東西都是未達標 所以我們會多提點 後一輩的後一輩那些 這件事要注重些什麼 這個要注重些什麼 那他們就會有心思 繼續有自己的思維 去更加發掘了自己新的創意出來 這個一定要有新創意 你不要一件事就是 我們香港人 就有一件事就是 不要說 師父教諾 師父教諾 師父教諾是這樣而已 不是要你死板的一件事 都是要醫治的方法 要懂得轉彎 是的 要做一些新創意 所以現在你只是奶茶 你香港奶茶是60年代至現在也好 都是這個奶茶 但是可不可以再轉變 有些新思維 要想一下 我也有幾個徒弟 在外國也挺好的 我有一個徒弟就在法國 已經開了兩間的咖啡室 咖啡室有奶茶賣之類的 他也覺得挺好的 那邊的人也會接受 有一個徒弟就在新加坡 現在在辦第一間 是小小的 你覺得一杯奶茶 怎麼為一杯美的奶茶 我們一杯美的奶茶 一定要適色香味 所謂適色 我當然看過奶茶的色澤 如果你奶多的 就整杯白色散了 又不像又不漂亮 那現在我看了 這些奶茶 你覺得第一個吸引 就是這杯奶茶 感覺上很漂亮 還有我們所謂掛邊 這些奶茶做到 漂亮的奶茶就有掛邊 那這杯奶茶 感覺上來說 已經是 拿了分 覺得是 應該挺好喝 試一下 那我要接著去試 第一口喝了 就不是馬上放 是含在口裡 感覺上會不會有 溶口 缺口的感覺 當你放了茶葉 把茶都放進去之後 是有一種煤金 在喉嚨裡 慢慢升上來 很容易令到你感覺上 想再喝多一口 那這杯 就真正美的奶茶了 嗯 現在 也有很多新人 可能年輕一點 就像我這些 是 那有甚麼忌遇 可能給他們 我覺得年輕一杯 很多時候 感覺就是 不夠積極 嗯 還有 不耐心 不用心 嗯 做一杯奶茶這麼簡單 一定要有耐性 嗯 有耐心 慢慢去做一杯奶茶出來 嗯 有甚麼任務 可以交給我 會交給我 在奶茶這個項目上 交給你的任務 最主要是 要發揮我們香港奶茶的特色 嗯 一定是這個為主 因為這是代表了香港 我們香港人的奶茶 第二 就是要不論去甚麼地方都好 一定要去發掘新的技術 真新的 那我也會的 是 我還未認識我也知道 路很跳脫的 對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改變 好像我現在 我自己也做了一種 仙嶺紅茶 這個你手本名曲 是的 因為這個 不僅喝起來是很舒服 而且我們主要是 沒有檸檬結 還有茶的青 所以喝下去 另外一回 這些我們是要多方面去發揮 是的 不要死板一樣是奶茶又是奶茶 我覺得有一件事很榮幸 就是很多客人 都對我一杯奶茶 是很滿意的 這個就是我們做很多的 這是滿足感的 滿足感的 是滿足感的 還有現在我教的幾個徒弟 都有很有出色 我覺得都非常好 因為這些是後一輩 他學習 就是不要把揮我教的 是 起碼 最重要的 他聽聽說話生生生生 是 是 誠哥,今天真的感謝你接受我的訪問 我們先對著鏡頭喝杯吧 好 先乾杯 大家真的身體健康 大家 對 之後有機會我們再配合一下 因為我和誠哥 之前也有些活動 也會一起玩玩 如果有機會 看到我們兩個 可能會舉辦活動的時候 然後大家支持一下 好的,好,再見 今天訪問了誠哥 其實有甚麼看法呢 就是好像一個前輩帶著一個年輕人 其實我在誠哥身上 也學了很多東西 因為本身之前也認識了誠哥一段時間 他對奶茶也挺執著 也影響了我 我又很感謝他 也很希望之後 可能在一些活動上 跟他再有更好的火花拆出來 下一集又會成就解鎖 是解鎖什麼呢 下集才預告 現在就不說了 拜拜